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们今天特地到北检来告发 最主要就是我们马总统 在今年年初所成立的一个马英九总统脸书 用人民的纳税钱 用我们的公卡来架设 来行销来维护 可是后来却把它转到 马半去了 这个移转的一个行为 违反了政府采购法 当初马英九总统成立这个脸书 他是为了整个宣传他的理念 与情的收集跟意见交流 按照我们国有财产法的规定 你国家的财产 公用财产 你不得违反他原来使用的一个目的 而且他要去做移转 私相授受 怎么可以把用发挥国家 人民的血汉钱 所建制的一个公家财产 私相授受转给进学总部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做这样的一个告发 马半昨天的一个回应 莫名其妙 硬凹 说什么脸书 只需要一个账号申请就可以了 各位 全国的同胞可以上脸书去看一下 你的脸书 跟马英九总统的脸书一定都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去申请个账号 确实就可以成立一个脸 就有一个脸书 自己所专属 但是呢 我们的脸书会充满的广告 我们的马英九总统的脸书呢 是经过客制化去打造过的没有广告环境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脸书啊 而且呢 功能还很多 各位的脸书里面一定没有所谓的打卡钟 各位的脸书春节呢 绝对不会去发给你 发给上你脸书的人春联啊 所以这个全部都是经过客制化 马总统 他所成立这样的一个脸书 当初用意良善 可是马总统也曾经讲过 不该要的东西连一个茶杯都不能拿 可是呢 用公堂 所架设 所成立 然后去行销 这样成立的一个脸书 到最后竟然可以 转给 马总统的竞选办公室 这成何体统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啊 来做这样的一个告发 我们从今天 我手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了 四月份的 大家看一下 他是为了说服 总统幕僚 邱继红啊 在还没有签约前 就跑了好几次总统府 还有帮 总统府的幕僚们上课 并细心的为总统打造 客制化的 无广告环境 最后 终于说服了马总统 结果 粉丝专业 开了一个月 就突破了46万人 这个不是说 谁的粉丝多 跟谁的粉丝少的问题啊 是请专人客制化 做这样的一个经营 这个全部都是钱 当初还没有移转给马办以前 全部花费的都是人民的公堂 人民的纳税钱 今天跟昨天 其实该应该由总统府出来回应 因为毕竟 突立了马办的是我们的马总统 今天把这个脸书 转到马总统 台湾加油站的是罗志强 所以这个整个牵扯到 公堂被侵占了 有人去拿公家的财产 突立了特定人的竞争办公室 总统府应该出来讲话啊 不是说 连全球资讯网跟脸书都搞不清楚 我还跟你搞不清楚呢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提上这个告发 我们希望总统府可以勇敢面对 我想 我用几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第一点 总统府这个脸书 他申请的名称是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所以他的脸书的申请 已经很明白的讲出是为了公共 公务而使用 因为他用了总统 所以就是为了公务而使用 那么在总统府管理这个脸书 也就是刚刚客制化 有人科技公司去 投标了这个标案的时候 那大家记住 总统府有专人在管理这个脸书 而管理脸书的人 是宁我们 是宁我们薪水的公务员 在管理脸书 然后再来 总统自己也讲 这个脸书是为了公务而使用 使用 使用了公家的资源 使用了公家的钱 而且还用公家的公务员去管理这个脸书 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公务而使用的 这就是公家的财产 而公家的财产 未经标售 未经依政府采购法 那么就直接移转给 马办 这是一个私人机构 马上移转给马办去使用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 圖利跟贪污 所以今天我们提起这个诉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以上 简单跟大家做说明 我补充说明一下 昨天马办的发言人 他们发出的新闻稿 强调说 Facebook上面的粉丝 粉丝数目 这是可以自由来去的 所以那个不算是财产 但是稍微有一点 现代网络行销知识的人都会知道 粉丝的数目就是钱 粉丝的数目就是价值 每一个行销的人都很清楚 每一个要做网路广告的人都很清楚 大家看一下 这一份是国外的监测机构 对于这个马英九网站 所做的这个粉丝的记录 他们从今年二月开始 到七月三号那一天 马办 马英九办公室把总统的粉丝 粉丝网站抓过来之后 那个时候总共有六十八万四百九十二个粉丝 六十八万个粉丝 六十八万粉丝代表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根据国际知名的Virtue 这个科技公司 他所开发出来的计算方式 每一个粉丝 每一个粉丝代表 十点八块美元 他在行销上面代表 十点八块美元 也就是说 六十八万个粉丝代表了七百万美元 两亿台币 他在行销上面的价值 就是代表两亿台币 所以我们要具体指出 总统府图立马办的金额 就是两亿台币七百万美元 图立的 虽然看起来是粉丝数 但是他真正是有行销价值的 他真正就是钱 我想我再简单做一个补充 各位如果再去查一下 上网查一下 2009年 总统府架设 马英九的部落格的时候 一年的费用花了一百六十万 当初所有的网友 说哪有这么笨的总统府 脸书不是一千块申请 部落格不是一千块申请就有了吗 各位 现在 脸书比部落格 还更进阶了 总统府光一个部落格的申请 一年就要花了一百六十万了 那请问 这个完全客制化的 跟所有的脸书 使用脸书的朋友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没有搞广告环境的 一个有打卡中的 一个会送春联的 这样的一个客制化的脸书 难道费用会不低于当初架设 部落格的一百六十万吗 所以总统府应该出来讲清楚啊 谢谢 昨天马办是说 他们自己以前是拿来架式总统府的全球资讯网吗 在我们的议会啊 还有各县市政府里面啊 大家都有一笔税出的一个计划 都叫全球资讯网 昨天马办选择了一半 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迷惑社会大众的全球资讯网 后面那后半段维护管理费用 所以其实总统府很简单 不应该躲在马办的后面 这牵扯到总统府是不是有去图利 跟是不是涉及到有人清淡到国家的一个财产 总统府要出来讲清楚啊 到底是多少钱啊 多少钱 总统府你就站住 你如果说认为没有的话 那总统府你就大胆的出来讲 说我们架设这个脸书 就像马办所讲的 只是申请个账号而已 总统府敢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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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